已經康復的確診者交割 來 我們說一下當時 4月29號那個時候 有什麼樣的症狀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覺得喉嚨有點卡卡的 好像我們平常錄影 或者做晚會 吼了一整天 吼了連續好幾天 有點卡卡 當時我就覺得不以為意 因為經常會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就隔了一個晚上 沒想到隔了一個晚上 睡了覺之後 發現第二天 症狀並沒有緩解 如果只有我跟我太太兩個人 可能我就不以為意 但是因為我隔壁還住的父母 又是高齡 我就很怕 我自己有生活的症狀 會帶了其他人 所以我自己就篩一下 篩完了之後兩條線 後續就開始去做PCR 然後就做自我隔離 而且你速度很快 你5月2號體溫36度 早中晚 清冠1號就馬上不用了 我覺得清冠1號這個東西 好像它對於初期 有任何一點點的症狀 它是可以稍微壓得下來的 在我自己確診之後 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經驗裡面 我認為如果你是屬於中重症 你可能要救急 要去找西醫 拿一些特效藥 但是如果你是中輕症以下的這些人 可能你是要治根 可能中藥相對來講 它緩解的那個情況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你手上這張手版是當時您服用的 對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朋友 之前就把我湊到了 類清冠 因為清冠真的已經買不到了 已經買不到 到現在為止 所以我剛開始染的時候 我就開始先吃它 我就用粉末的吃 後來因為在臉書上投 公布了我自己的確診 然後就有好心的朋友說 沒問題 我馬上送水藥來 我就覺得水藥會比粉末的藥 稍微來得好一點 那它這個效能 又稍微比較濃一點 所以它說 如果你症狀覺得有點不舒服 早一包晚一包 如果你覺得清了 晚一包 或者是不吃也都可以 所以你那個時候就是早中晚清冠一包 而且吃了鮭魚 雞蛋 蘋果西飯跟檸檬水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是突然之間染疫了 我就不能夠出去了 然後我太太剛好在我不舒服前一天 她就回娘家 剛好也就是沒有關在一起 那她來不及補給我 所以我就家裡有什麼先吃什麼 我就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蛋白質或者是補充一些基礎體力的 相對來講是比較正確的一個做法 所以你現在沒有長新冠後遺症 會不會喘 會不會咳 會不會頭暈 我沒有 再加上我之前一直保持運動 然後我11號晚上12點鐘解封 我11點半我就穿好了運動服 坐在家裡面等 連球鞋都穿好了 12點鐘一解封 我馬上出去外面 在正大賽後山 我就直接跑了兩圈 我食神焦志芳他在居隔期間是這樣吃的 吃的一口好菜 說的一口好菜 居隔期間也是做的一口好菜 沒有沒有沒有 但全部都是走蛋白質系列 哇 你怎麼吃的 因為你已經在家裡面居隔了 然後你那個補給 又沒有辦法補給的那麼的方便 打個比方 譬如說你如果要有肉 或者是其他這些東西 你自己在家裡面煮 太麻煩了 或者是葉菜類 你就不能夠囤積這麼多 所以原則上 以根莖類的這些東西 會比較來的方便 或者是蛋白質 這樣子會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要在家裡面 有那個鮭魚 鮭魚 就有這樣子的鮭魚排 幾個放在冰庫裡 比較不佔空間 雞蛋你放得多一點 也不太佔地方 再加上我煮粥 家裡面一定有米 那米有米精之氣 其實多喝點粥 對於調養身體 或多或少 也會比吃一些其他東西 來得方便 來得好的 就是桌上的這些食材 大部分是這樣子 大部分都是用蒸跟煮嗎 對對對 因為我太太不在 所以我自己 蒸跟煮相對比較方便 另外去補充維他命C 我覺得像這樣子身體發炎的情況 可能多喝水會比較有好處 可是在這樣子的情況 如果你在多喝一些咖啡 或者其他有刺激性的東西 也未必那麼的好 在這樣子 所以我就用千檸檬片 或者擠檸檬水 泡在水裡面 然後當成是這樣子的一個飲料 間接的 一來多喝水 二來多補充維他命 這樣子 結果中醫師 審院長說非常好 認為說這個周療是對的 你要再加碼 所以你可以加蔥白 蘿蔔百合跟杏仁 來緩解咽喉通 因為這個蔥白 我們有所謂的蔥白湯 它可以用來治療感冒出去 是是是是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渴嘛 對 那喉嚨會乾嘛 其實用的是百合啦杏仁 那蘿蔔容易保存 是 所以我們切片你 甚至切片我們平常是拿來夾什麼 烏魚籽 這個時候不要 是是是 這個時候就直接拿起來咬 或者是沾一點那個蜂蜜這樣吃 口容都會舒服 沒錯沒錯沒錯 你像百合杏仁 這種屬於那種南北貨 家裡面可能會冰箱 那個抽屜裡面會有放 然後蘿蔔 你如果多放個兩三條 其實也能夠耐一段時間 對不對 大概沖白就相對比較困難 對 沖白就沖放不久 是是是 甚至連沖頭都可以拿來用 沖頭 你還推薦四神粥可以緩解複瀉 對 因為很多就是COVID的病人 他會有一些複瀉的問題 是 四神粥其實又香 然後小朋友也愛吃 對